嘻嘻嘻,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分人院第七第八集 上集我们说到过 凡姐进入疗养院是为了找自己的老师江教授 辞职后她还是没有放弃 疗养院里没找到 她就分别找了江教授的三个子女 小女儿钱多事忙 之前请保姆春节照顾江教授 结果江教授自己辞退春节 住进了疗养院 大女儿的孩子要高考了 也没心思照顾父亲 还吐槽妹妹请的保姆是小偷 两姐妹互相推卫责任 觉得只要出钱就行 貌似对江教授有心结 而江教授的儿子 更是对父亲的情况一无所知 了解情况后 凡姐回医学院找学弟帮忙 而学弟只关心最近校园流行的 标本式标本复活的恐怖传说 对江教授的事情也是行之缺缺 学弟的同学短发妹和双马尾 听到这个恐怖传说以后 所有小甜妹半夜一起去标本式探险 和学弟告别后 凡姐打算买奶茶喝 为了推动男女主感情的发展 本剧出现了史上最尬桥段 奶茶店情侣半价 男哥就这样闪亮登场 冒充了一波凡姐男友 夜晚降临 两人吃着火锅喝着啤酒 凡姐敞开心扉和男哥交流 说着说着 两人为了探险就跑进了实验楼 凡姐一波骚操作 弄出了一窝子的彩色发光液体 然后两人就清赏了 嗯 两人的感情戏算是全剧最尬点了吧 但为了后面剧情的合理性 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 大家就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好了 不得两人又进一步发展 学弟带着之前约好探险的三个学妹就出现了 男哥里克躲了起来 凡姐则领着学弟学妹离开 谁知道双马尾学弟接连失踪 凡姐带着短发妹和小甜妹遇到了奔带怪事 紧接着短发妹也不见了 原本还镇定了凡姐 带着小甜妹在看到走廊镜头裹着奔带的标本时 吓得带着小甜妹跑出了实验楼 忽然烟花碰涌 学弟抱着玫瑰出现 说之前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小甜妹来个惊喜告白 双马尾和短发妹还在后边鼓掌祝贺 小甜妹果然甜 只是抱怨了两句 这不惊喜要是给我 绝必先给这家伙两耳光 凡姐这边是鸡飞狗挑一通乱窜 男哥也没闲着 在实验楼里瞎溜达 进入那间传言标本复活的标本室 告白完的学弟看到标本室的灯忽然亮了 大概是脱离单身狗行列 给了他梁静如的勇气 学弟带着众人就冲入了标本室 不仅发现了男哥 还发现了躲在标本室的江教授 原来所谓的标本复活 只是江教授躲在标本室 移动标本室被人看见 误会了而已 凡姐送走学弟学妹 劝江教授回家 江教授却说 家里的保姆春姐会杀掉自己 即使凡姐告诉她 春姐因为偷窃已经被捕 江教授还是不愿意 她要子女亲自来接自己 在男哥建议下 江教授同意回疗养院赞助 这天江教授又在讲课 但教案上的字漂护了起来 一个穿连帽衫的学生不停地笑 当江教授走到连帽衫面前 质问她为什么笑时 连帽衫忽然站起来 露出脸庞 是春姐 春姐微笑着看着江教授 吓得她跑出了教室 想成电梯逃跑 可电梯门开 里面却是万丈深渊 春姐追了过来 忽然她硕大恐怖的头出现 吓呆了江教授 最后江教授被春姐推下了万丈深渊 江教授惊醒 原来这是一个梦 第二天 凡姐又来找江教授的两个女儿 打听春姐的情况 两个女儿对春姐并没有想法 觉得江教授说春姐杀人是无稽之谈 也不愿接父亲回家 整个过程 凡姐的手机都和南哥保持通话 南哥也大致了解了江教授家人的态度 凡姐很担心江教授被噩梦困扰睡不好觉 对身体造成伤害 南哥向凡姐保证 一定会治好江教授 南哥又开始嗑药使用痛感 他发现在江教授的梦中 春姐偷吃菜 吃完又吐出来 端给江教授的儿女们吃 江教授无法阻止 而当江教授掉牙齿吐血时 儿女们则视而不见 江教授再一次从噩梦中醒来 原本南哥的痛感也被打断 头痛了起来 凡姐和南哥通过保姆网站查到 春姐之前照顾老人的单子 没有一个是干超过一个月的 但奇怪的是 春姐的好评率很高 中途也并没有被开除 也就是说 他照顾的老人 可能都在他照顾期间去世了 加加加告诉南哥 有坏信念的保姆 专找年纪大的老人照顾 如果中途老人去世 保姆不但能拿到全部工资 还可能受到白包图吉利 听了小佳佳的描述 南哥大胆怀疑起 春姐是个变态杀人狂 为了验证这一点 南哥又一次同感了 正在做噩梦的江教授 梦里江教授和儿女们 仿佛处在不同的次元 江教授回屋 发现春姐在偷东西 想呼唤儿女却出不了声 被春姐一下惊醒 发现自己正躺在家中的床上 原本以为可以舒一口气 却看到春姐往自己的周里 倒了不知名的液体 正准备喂给自己喝 而自己再次无法动弹 连床都变成了春姐的大脸 看来春姐真的有 蓄谋谋杀主人的企图 虽然没有实在的证据 南哥还是决定想排出所报案 索性随着南哥的报案 社会对保姆问题产生了重视 杜保姆事件很快被披露 春姐也因为杀人被定罪 南哥把春姐背叛死刑的报纸 给江教授看 告诉他安全了 江教授送了一口气 保姆事件解决 他想让儿女们给自己道歉 并接自己回家 凡姐找到小女儿 希望他们能把江教授接回家 江教授的小外孙却告诉凡姐 并不希望外公回家 因为外公对妈妈不好 来养院里江教授又做梦了 他闷到自己的三个孩子 迎切地来养院接自己 可他们接走的却是春姐 看来春姐是被抓了 可江教授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南哥认为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出了问题 肯定两边都有原因 现在首先能做的 是把江教授的噩梦治好 南哥想用清醒梦的方法 让江教授学会控制自己的精神 摆脱噩梦 第二天 南哥告诉江教授 人在梦中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精神和行动的 劝服江教授尝试做清醒梦来摆脱噩梦 在南哥的指导下 江教授进入了梦中 想着南哥的指导 江教授开始在梦中控制自己的意识和行动 随着梦境的不断变化 江教授心中压抑的秘密也浮出了水面 江教授很爱妻子和儿女 却不会表达 年轻时不断打拼 错过了参与儿女成长的时机 也因为对儿女们严苛的要求 使得他和儿女们的关系一直很疏远 直到妻子最后病重时 江教授想妻子走得体面一点 私自签下了停止治疗的医疗单 这让他和子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梦中 妻子温柔安慰江教授 请他缓和与子女的关系 让他好好活下去 随着妻子的话音落下 江教授哭着从梦中醒来 仿佛经过这一场梦 江教授整个人都温柔了起来 他现在也不想着硬要子女来接自己了 表示会住到学校职工宿舍 好好生活下去 对于江教授和子女的关系 南哥有句话说得很对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更多的是通过爱 而不是用孝道来强制绑定 凡杰尊师 为江教授子女的冷漠而气愤 直到小外孙一句 外公对妈妈不好 他终于看到关系是相互的 江教授年轻时打拼养家 固然值得赞叹 但缺少了感情的沟通 年老后却强要子女 在物质之外关怀自己 子女当然很难立刻做到 每个人的成长情况都不一样 而亲子关系 将会是我们的终身可提 对了 之前南哥和凡杰找病人 都是在繁华城市 这回他们将进入深山老林 寻找逃跑的鬼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rtbread 拚